你見過什麼樣的中國 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 還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澎湃 是四季輪轉的天地 還是冰與火演奏的樂章 像鳥兒一樣 離開地面 衝上雲霄 結果超乎你的想像 前往平時無法到達的地方 看見鑽水高空的奇觀 俯瞰這片朝夕相處的大地 再熟悉的景象也變了一副模樣 從身邊的世界到遠方的家園 從自然地理到人文歷史 五十分鐘的空中旅程 前所未有的極致體驗 從現在開始 你和我們一同飛躍 山西省位於中國華北地區 山區面積佔全省百分之八十 太行山和黃河塑造了它的自然邊界 墳河和它的支柳 沖出一連串盆地 這裡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山西的旅程從太行山開始 在崖壁上與護路宮相遇 順著峽谷流水去看連綿風牆 山中村落藏著收穫也藏著狂歡 蜘蛛人 我們並不陌生 但這次遇見是在數百米高的崖壁上 崖壁總被風雨侵蝕 剝落的碎石有可能砸中下方公路 蜘蛛人的工作就是排除這些危險 每到此時往來的汽車都會停在遠處 等待這項工作結束 這裡是太行山 太行山以西就是山西 王芒嶺海拔一千六百六十五米 它和無數座相似的山峰組成一個巨大的台階 上了台階 上了台階便上了黃土高原 上了台階便上了黃土高原 太行山有著地球上最長的風牆 這很難得 因為風牆總是很容易垮塌 不停地下 缺水燒土 植被難以附著 風雨嚴寒 村裂岩石皮膚 地震還是這裡的常客 隨時抖落碎性 風牆越來越薄 風牆越來越薄 最終留下這些 佔理山巔的風從 不過 總有一天 風從也會倒下 新的風牆顯露出來 一層一層 循環往復 飛行降低的時候 會聽到此起彼伏的氣笛聲 因為在這裡 每一個轉彎都接近直角 看不清迎面來的是誰 只能用聲音提醒對方 這裡還是平原的時候 河道就是九曲回常的樣子 後來太行山把地而起 河流依舊向下侵蝕 十八億年 形成了這一千多米的高岔 蜘蛛人終於完成工作 汽車開始通行 這條路是山下的西牙溝村民 用錘子和鋼籤 花了三十年早出的生命之路 七千五百米掛壁公路 五分之一是隧道 掛在六百米的懸崖上 蜘蛛人 蜘蛛人就是當年修路人的後代 父輩修路 後人互路 今天人們通過科技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面對大山卻必須順著他的脾氣 再從前 古人去往山那邊 先要找到進山的門 行是指山脈天然中斷的地方 它就是太行山的門 白行古道 海拔高差三百米 卻不能有一個台階 因為兩千五百多年來 戰車和貨車都要從這裡通過 仰望高山 古人設計出了七十二道管 讓車輛迂迴行駛 行之最高處 依舊越不過山峰 古人開始沿山秀路 直到五十年前 一條新的公路修到了古道下方 相似的軌跡接納新的旅人 白行古道終於不再匆忙 時間也把山門輕輕沿上 有人想著走出去 有人卻一心留下來 悬崖上 有一群高人住得非常高 也非常鮮 生活在一千三百多米的空中 村裡人早就很坦然 六百多年前 他們的祖先來此壁貨 開啟了絕壁上的生活 山裡最缺的是土地 最不缺的是石頭 岳家寨人就用石頭圍出梯田 即便最窄處只有兩米 六百多年 梯田修了兩千幾 雖然一些地方永遠見不到陽光 但土一定要全部留住 柿子熟了 村裡人用開剎的長竿 掐住枝條隨手一轉 風燒應立而落 單調的懸崖生活 摘柿子是件快樂的事 全家必須一起出動 太行山中近百個傳統村落 就這樣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但有時山裡的生活也會很刺激 城牆上有一群勇敢者 總是與火較勁 廢鐵下角料 要燒到一千六百攝氏度 溫度不夠 鐵水是常見的紅色 繼續燒鐵水會變白 打鐵花就是打白不打紅 用盡全力 鐵水在九米的城牆外綻放 四秒後冷卻成鐵線 剛剛抵達水面 但總有鐵水落在身上 山裡人根本不會計較 要做的就是用盡全力 下一次打得更高更散 千百年來 每到正月十五 澤州人總是這樣狂歡 慶祝上一年的豐收 為新一年舞一場炙熱的旭曲 接下來趁黃河結冰來趕一場速滑比賽 在中元節放下祝福與思念 瀑布不斷後退 河流捧出涼田 河流捧出涼田 地下時墅加碳 白色的香邊 是冰封前最後的波浪 水變成冰 體積就會增大 相互擁擠 產生裂痕 現在是零下30摄氏度 但此刻一些人正准备狂欢 浇水修补冰面 扫除多余冰炸 最后再进行抛光 特殊的准备工作是为了一场比赛 发令枪响 运动员像往常一样 抓地 发力 保持速度 谨慎过弯 两百多位选手来自全国不同地方 但是成绩却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 因为在黄河上竞赛 对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在黄河之上 天地之间自在滑行 流淌的黄河 是河区人寄托思念的方式 农历七月十五 人们会在河面上放下点点河灯 五百多年前 去往北方的行船就从这里出发 但是旅途并非一帆风顺 河灯就是纪念那些在路上逝去的人 今天 人们依旧在用这种方式怀念他们的亲人 据记载 四千年前的湖口瀑布 就在下游这座小岛的位置 后来的人们不断记录黄河 发现瀑布始终在向上游移动 河水 裹些泥沙 就像一块流动的沙质 不断打磨河床的台阶 每一秒 湖口瀑布都发生着改变 黄河水就这样 奔永清晰 永无停歇 奔永清晰 每年 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 为了感受他的壮美 也为了这场相遇 因为终有一天 在上游的某个地方 湖口瀑布将渐渐平缓 一直消失 结束他的旅程 告别了湖口的澎湃 黄河在石楼湾画出了最柔美的身子 这一段黄河 希望在迷宫般的大山中突围 无奈 无奈 尖石挡住了去路 石楼湾从入口到出口 石线距离 石线距离其实只有七百米 但在这里却多走出八千米 无意中完成了黄河上弧度最大的弯 继续流淌 黄河依旧顺着山脚 蜿蜒前行 终于黄河告别了黄土高原 开始在低平的大地上肆意流淌 流速减缓 泥沙沉积 河道摇摆 周而复始 然后形成了眼前这片冲击平原 平原又变成了沃土良田 在它与坟河交汇的地方 是不断重建的厚土祠 两千多年来 历代帝王无数次在这里祭祀河流与土地 但泛滥的黄河水 也一次次冲毁后土祠 于是每一次冲毁 就会有一次重建 这是人对黄河的执念 也是对黄河的 感恩 感恩 继继续飞行 七彩岩湖中 又持续千年的劳作 坟河冲击出平原 大院里吹烟飘散 古城中生活如常 大槐树一直等待他乡的故人 岩渡高时 度式岩枣呈现出红色 这是一种 置在盐水中生长的枣类 水塘之外 岩渡低 度式岩枣 维持着原本的绿色 颜色不同 源自晒岩的时间不同 这里是山西最大的湖泊 运成岩湖 不同形状的岩池 是不同时间 不同的人采岩留下的证据 四千多年前 人类和岩湖就已经相遇 阳光下的岩不断结晶 大地上的人不断采集 打包 装车 去向远方 人与时间 让岩湖的色彩 发生改变 发现自然 依附自然 岩湖一如往常 人代代相随 在北方人心中 每一个烟囱底下 都有一个热炕头 一个家族 烟囱越多 房子就越多 人丁越兴旺 从元代起 临时王家不断竖起新的烟囱 房子 从一间一院变成了一座城 只是王家还嫌小 最终 他们把家建成了五座城 一百二十三个院落 一千一百一十八间房 游客要花上一整天 都不见得全部走完 关上大门 今天的游览就此结束 高高的院墙后 城再大 也是一个一个 小小的家 不远处 一座古城 在晨曦中苏醒 清晨 城里的人去上班 给电瓶车充一次电 就能起俩礼拜 因为路程短 一拐弯 单位就到了 叔叔和阿姨 跳舞的广场 在古老的城墙下 城墙里 节奏加快 孩子们的课间操 在城市里也流行 在这里 快递可以直接进院 只是看到无人机 主人有些诧异 这有什么可拍的 古城没有固定的红绿灯 一名交警 一辆警车 就能维持全城交通 这里是平遥 上世纪末 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原因是保存了中国古代城市所有的特征 但在古城人看来 明代的县衙 今代的大殿 不过是他们的老邻居 两千七百多年的古城 六百多年的天雨楼 不仅听见雨声 还听见平遥人的锅碗瓢盆 喜怒哀乐 或许是因为有人 我们才能看到一座活着的古城 告别古城 人的祝福被带进山里 这里的许愿很特别 人们把祝福的铃铛挂上悬崖 不仅听得见 看得见 还利用山体的内凹 让铃铛免受风雨 在一百米高的绝壁挂铃铛 无处借力 看上去很凶险 但恰好成为挂铃人施展的舞台 蓄力 蹬 借助腿部力量 奋力把自己推得更远 山体不断内凹 舞台不断变大 摆动到达极限 钢签 支柱冲进 倾斜45度 挂点足够牢靠 山风掠过 铃声作响 人们的祝福在天地间回答 有祈福 还有祭祖 相传明代初年 很多北方人告别故土 迁徙异象 出发时的集合点就是大槐树 高大挺拔的槐树 在中国北方很常见 那些后来定居他乡的人 每当看到槐树 总会思念故乡 在中国历史上 这样的迁徙不止一次 路途或许伴随着迁信 但如今他们的子孙 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山西北部 沉寂的火山旁 人类步履不停 古老的石窟里 隐居的造像将被看到 高山上重重防守 关口外游子前行 大同盆地 位于山西的最北边 数万年间 水的力量在这里 重新塑造大地 这种改变从未停止 直到今天 在一些地方 人们还能看到 正在发生的过程 流水切割大地 形成沟谷 上游 土著厚实而粗壮 到了中下游 水流汇集 力量增大 土著的腰身 被侵蚀得鲜细 沙枝的黏土很脆弱 每次下雨 甚至一阵风 都可能带走一些土 这片专属于地平线 以下的景观 从来没有固定的样子 下一次看见它 又会是另一种风景 参加这场比赛的选手 不仅为了更好的成绩 路过三十多座火山 也是吸引它们 来到这里的原因 大约在七十四万年前 这些火山开始喷发 持续喷发了六十多万年后 力量耗尽 彻底变成了死火山 对于大通人来说 火山是生活里熟悉的邻居 人们在火山口上定居 人们在火山锥上建造蜂火台 人们在火山口种树 火山上建造蜂火山 早已停下了脚步 但人仍在继续前行 北魏时期 武州山上开始出现石窟 石窟中大大小小的造像 加起来超过五万尊 在这件架沙上 或许就占了一千多尊 石窟外面 原本有木制建筑 叫做木构枯岩 它们在岁月的侵蚀下垮塌 如果没有阶梯 人们很难登上断崖 看到两百余座中小星石窟里的容貌 终于飞行 让我们和它们再次相遇 这里的明长城 就像是一道分界线 长城之外 是辽阔草原 另一侧是沃土良田 几百年前 这里是明王朝的九边重镇之一 而山脚下的沙虎堡就是重镇之中的堡垒 只是很多人对于他的记忆 却是送别 旅性情温顺 吃苦耐劳 是远行的好伙伴 走出关口 离开家乡 去往塞外 明清时期的人们 将那次冒险旅程 叫走西口 亲人送到沙虎口 护道珍重 就此告别 从此天各一方 直到今天 内蒙古很多人的口音 还与山西相同 四百多年过去 香音 未曾改变 这是一片充满能量的土地 煤炭开采后 被送往全国各地 两只会发电的熊猫 在向我们招手 七十年 一片荒漠 可以变成森林 这辆装满炸药的车 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山西 相近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下 都没有煤 其中有一些藏的很浅 只有胆大心细的人 才能指挥炸药的埋放 十五米深空 要装进五百斤炸药 眼前两百个孔 炸药车不到半天就能完成 烟雾散去 碎石之下就是煤层 轮到重型卡车登场了 它们有三层楼高 与身材相当的挖掘机 一同协作 平均每天运出五点五万吨煤 而山西圆煤的产量 每年都有近十亿吨 每天列车都如约而至 煤是唯一的乘客 这些巨大的管道 藏着七道环保工序 煤在此被去除杂志 最后淋上一沉浸 年结威力粉沉 车头已进站 车尾还在远方 总长一千三百米 但这还不够长 为保证效率 人们将两列这么长的车 首尾相连 拼接成润煤专列 一列车就能满足 有约三千户居民一年的用点 平均每天有八十多列车 从这里去往全国各地 就像一场节礼赛 煤炭的温暖和动力 正在交接给更新的能源 地面上有只熊猫在向我们招手 哦 不 是两只 一千八百多亩岩建地 支撑起十七万块太阳能光伏组件 两只充满能量的熊猫宝宝 每年生产的电力 能保证三点四万个家庭 一年的用电 看熊猫的时候 我们还遇见一个同行 他是这里的管家 借助热成像技术 无人机能迅速找到停工的太阳能板 及时检修 保证电站运行 未来 这里还会再见一对熊猫爸爸和妈妈 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齐齐整整 铲好的电一刻都不能停留 电力工人爬上七十米高空 为这条电力高速公路 进行体检 蹲得太低 以至于看上去似乎是在爬行 高空风大 为了安全 工人必须降低重心 保持平衡 好不容易开始直立行走 走着走着 一位同伴挡住了去路 大声招呼 直接越过边远的高压线 不必担心 有安全绳的保护 万无一事 狭路相逢的空中 只有默契协作 才能乾坤大挪移 每年 这里都会进行一次综合检修 这是地面上无法完成的工作 只有亲自走过 才能发现最细微的隐患 平均每人每次 要在高空行走八千米 最多是有超过一百人 同时在天空穿行 又欲曾经风沙肆虐 土地荒芜 有人断言 这里不是一人类居住 但不甘心的幼豫人 却打算把荒漠变绿洲 从种下第一棵树到今天 整整过去七十年 幼豫百姓极力传承 森林覆盖率从不到0.3% 提高到54% 为了记住历史 幼豫人特意留下一处荒坡 但周边的森林 却不愿看到曾经的荒凉 空气湿度不断增高 草种随风自然蔓延 黄泊被绿色覆盖 最后的旅程 我们去探访过去与未来 超级木塔是麻燕的乐园 四庙悬悬在空中 大堂藏在山里 太原正经历新生 每年春天 麻燕都会回来 硬仙木塔上的蛀虫 是它们的食物 熟悉的味道品尝了快一千年 建塔的工匠 组组化了一百四十年 才拼出这座 现存古代最高的寄木 高度超过今天的二十层楼 硬仙木塔千年不倒 是因为工匠留了很多机关 顶部十米高的金属塔叉 连接八根铁链 组成一张金属防御网 阻止雷电进入塔身 每一朵斗拱 至少有五十块部件 以损锚方式拼接而成 而整座木塔 有十万多块部件相互咬合 保候不易的缝隙 可以吸收各种外力 地震来过四十多次 木塔每一次都从容消减 悬空寺很娇小 但爬到约五十米高的悬崖上 顿时就变得高大起来 在高空行走 有人胆战心惊 有人昂首阔步 或许他们知道 脚下有安全的立柱 不过这些立柱是假象 真正撑住悬空寺的 是立柱上方低调的横梁 身长十几米 为了承重 把大部分的身体藏进山中 有了二十七根值得托付的横梁 工匠们终于赶在崖壁上 建造出大大小小 四十一间房舍 中国匠人的想象力 把悬空寺藏进空中 这里是中国华北平原的最高处 二十多亿年前升起的山体 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变 最终留下五座山顶平缓的高山 人们称它五台山 山下 一座隐居的古寺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一 由于唐室建筑的斗拱特别大 东大殿的斗拱竟比故宫太和殿长出近一米 朴素的外墙也能撑出近四米的超级屋檐 沿着屋脊爬升看到更加开阔的屋顶 一座低调的建筑在每一个细节里都藏着大唐奇象 大雪掩盖住了现代痕迹 从唐至今 在五台山可以找到每一个朝代的经典建筑 一千多年的时光就凝聚在这片清凉世界之中 四百多年前 永坐寺双塔建成 在大地上眺望了三百多年后 双塔看到一些模样相似的朋友 只不过他们身材圆润没棱角 巨大的地下煤炭出量 让山西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和能源基地 烟囱就像太原人的老朋友 大伙儿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但老朋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污染 终于太原人开启了自己的重生植物 这座城市可以在一年内拆掉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三根黑烟囱 越来越多的高污染 高耗能产业告别太原 与此同时 一度断流的坟河 经过治理恢复了过往的清澈 人们沿着河流 修建了三十千米长的公园 这个长度每年还在不断增长 绿色一直延伸 一些充满设计感的建筑带着低碳 环保节能的理念正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地标 表里山河 古人用这句话形容山西 这片山河 有太行山的雄壮 黄河水的奔腾 黄土高原的厚重 有中国最多的古建筑 今天古老的土地还为现代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能源和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店里的史似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